接下來我們看這個題目 他說空間中有三個項量 OA項量是21-2 OB項量是62-3 OC項量是ABC 那麼現在要問你說 那如果ABC不等於0的話 要問你說這三個項量 OA,OB,OC這三個項量 所展開的平行六面體的體積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你平行六面體的體積 就是這三個項量 所展開的九星 所以你可以經由這裡 Guru 3 a -12b 再去减掉 6c 再减掉 4a 再减掉 6b 然后这个都要加绝类值 然后 a 的部分减 3a 负负得证 加 4a 就挣一个 a -12b 负负得证 加 6b 就会减 6b 然后加 4c 减 6c 就减 2c 所以你要求的就是这个 那现在有的是平方核是固定 平方核固定 这个 a 减 6b 减 2c 它的最大值 正的最大值 那其实就是你发现平方核是比较像 像一个长度平方 这个比较像内积 所以你会想到科系不等式 会得到平方加平方加平方乘上 另外平方加平方加平方 大一能这个内积 a 减 6b 加 2c 瓜的平方 所以你就会得到说 这个 a 要乘以多少的平方 a 要乘以多少 要等于这个 a 那就是1 b 要乘以多少 要乘以减 6b 那就是负 6 c 要乘以多少 要等于负 2c 那就是负 2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1平方加负 6平方 加负 2平方 好 那已经知道这个值啊 这个值是 4 所以这就是 4 乘上 那这个是 1 加 抱歉 好 这是 1 加上 36 再加上 4 就是 41 所以 41 乘上 4 呢 41 乘上 4 呢 4 乘上 41 也会大于等于这个的平方 这个平方就会借在正的根号这个跟负的根号这个之间 好 那正的根号这个的话就是 2 根号 41 负的根号这个就是负 2 根号 41 那我们要来说 你的体积的最大值 那体积的最大值 这个加负负负的话 它的最大值也是一样 是 2 根号 41 所以最大的体积就是 2 根号 41 好 那你当然 刚才是从这边来看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看 就是说 你的这个其实是 OAOB 先做外积 然后再跟OC做内积 就是你随便找两个先做外积 再找一个做内积 那因为这两个都知道的项量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做外积 比较方便 所以我利用这两个去做外积 那做出来会得到 1 负 6 跟负 2 那再跟它做内积就会得到 A 减 6 B 减 2 C 一样跟刚才一样 这个做出来是一样的 所以两种方法都可以 最后我们还是一样用科系不等式 来算出那个最大值 所以答案就是 2 根号 41